親愛的投資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六的下午 大概六點鐘左右 那我現在根據昨天美股 周五收盤 的情況來這邊 跟各位簡單做個分析 並也跟各位做一下 這個我們 端午連假之後的這個 台底操作策略 這邊很簡單的跟各位做個分享 在昨天的美股呢 收盤其實各大指數 都是大概小漲的部分 只有貴金屬的部分跌股 稍微比較重一點 那S&P500 連續兩億再創新高 在這一兩天的 整個美股當中呢 其實投資人最主要在留意下禮拜 的六月中 FED的利率會議 那會議呢 可能會有幾個大家 比較關切的最主要還是一樣 升息 升不升息 是不是停止 QE 那升息的時間表 那在上禮拜的這個 美股的數據當中呢 我們知道 就是其實不管是 就業人數還是領 失業就經濟這部分 都是整個傾向經濟 在付出當中 7月 美國要正式經濟解封 在關於這個 美債殖利率 也在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通膨 五月的CPI 也是超乎預期的高 但是我想投資人對通膨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很大的疑慮 認為這就是暫時性的 不然如果通膨可能會引發 債券殖利率往上飆 但是反而這個數據出來之後呢 並沒有因為這個通膨的數據 造成殖利率往上飆 反而殖利率還往下下跌 那跌到1.5 美股的常在 美國的常在殖利率跌到1.5之下 那債券殖利率跌呢 我有跟各位講 債券殖利率如果跌 那基本上呢 高成長股 高本益股 就有這個上漲的空間 那這也是在這兩三個月當中 美債的殖利率往下跌之後 重新再出現高成長股 高殖利率股 往上漲的機會 所以你看到 過去的這禮拜 我們的這個 台灣的高價電子股 又怎麼樣 重新表態了 就像我們這禮拜 帶會員操作的文貌 是屬於高價股之一 那當然像 立望 立望 金星科 思星KY等 這類的高價股 在上禮拜的表現 也都不錯 包括M31等等 這些類股 好 那美股呢 因為大家在等下禮拜的利率決策會議 那 S&P500也在創新高 所以整個 五月曾經發生過的盤中大跌 1400點 還有我們的確診人數飆高 這個事件已經慢慢逐漸淡化 那接下來呢 在下禮拜的操作當中呢 我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開始去留意 因為營收都已經陸續公佈了 所以不要再去看 五月營收成長股了 接下來你要回過頭來看 六月營收還會成長 那六月有一個很大的重頭戲 我不斷在跟各位講 就是集團作帳 六月不但是集團作帳 也是法人在做半年報 非常重要一個時候 所以不管是外資法人 還是投信法人 都有機會在這邊 做一個大作帳的行情 因此呢 投信手上的股票 佔比比較高的個股 都可以來做留意 好 那話說到這邊 我想我們的這個上禮拜 我們不管是清貸 三合一 還是其他班的 上禮拜的 個股的表現 操作表現都還算不錯 從這個五月中的地點 陸陸續續 都有往上 往上上來了 那如果你想要參與 我們這一波的這個 六月的作帳行情 跟著我們用大老英操板法 在外資法人 還沒進場 拉抬做作帳之前 跟著我們 在下一檔 我們即將在 這個下禮拜二 就要進場 我們的抗訊指令 包括我們的會員 你願意跟著我們換股操作的 在這個禮拜一的晚上 我們都會把操作指令發給你 還沒參加會員的 如果你是在這兩天 因為這幾天 來參加會員的詢問度非常高 因為外面有點蚊子 我一直在拍蚊子 不好意思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就在台積電旁邊 寶山巷這邊 大蚊子還有那種小金剛蚊子 特別多 好 那所以呢 我要這邊跟各位講 如果你錯過我 有的人錯過我 從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還有看我節目辦你的 這兩天都來入會的 也有看我節目一個月的 那這兩天來入會的 我想你這兩天 利用連假這段時間 你有時間 你趕快來 辦好入會手續 我們在禮拜一晚上 統一把下禮拜的操作指令 發給你 來親愛的 這一波半年報的作帳 是難得 一年難得的兩次大好機會 一個就是六月 一個就是十二月 那法人在月底拉抬做帳 下禮拜放完連假之後 來佈局是最好的時機 所以不管你手上有股票的 套牢的或者有資金的 你都要趁著這個時候 難得的一年兩次的大好時機 趕快來跟著我操作 我們上個禮拜的 原貌 文貌 中美金 民安 在之前的 就不用講了 但你做過的 惠特 台北有科 金堂 金居 有沒有 這個光照等等 這個已經怎麼樣 竹帆 不齊 被宰了 所以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接下來你要關注 因為下禮拜三是期貨結算 所以禮拜二跟禮拜三的行情 還會稍微動盪 不過外資已經回來了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你要關注的不是期貨結算 而是你要跟我把眼光放遠 放到月底的法人大作帳行情 好不好 這一波如果你跟財富擦肩而過的 這一次你不要再跟我擦肩而過 把握難得的六月的大好時機 來跟著我們大團隊 用大老鷹的操板法來操作 我今天的直播 短短的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祝各位端午佳節 愉快 荷包滿意 那 要辦入會的 趕快HIH888 VIP加進來 或者是直接打電話 0225429977 祝各位休假順利 我們下禮拜 繼續再戰台北股市 拜拜